各位亲爱的师兄师姐大家好 《寻法安心读书会》 每天为您分享《寻法相心得》 今天的主题是 《发心禄道同初三界》第679集 我是韦志 经文 德卢士圣 令诸子等 日夜结束 常德游戏 宇宙菩萨及僧文众 臣子宝圣 直至道场 经文大义是说德卢士圣 卢士圣就是一佛圣 就是大白牛车 就是菩萨道 令诸子等 日夜结束 常德游戏 诸子就是从火宅中出来的这个诸子 不管你是身文言诀菩萨 那日夜结束 常德游戏什么意思 就是日本来是白天 夜是晚上 不管白天晚上 还有很长的时间 你都常德游戏 那日也代表智慧 夜也代表慈悲 因为你有这些法宝 那经过再长的时间 你都能够入群杜众无碍 常德游戏 就是说 因为菩萨以杜众为游戏 那你可以常德游戏 都无碍 那因为你有法 与诸菩萨及僧文众 臣子宝圣 直至道场 所以 僧文言皆菩萨 这些诸子等 都一起来乘什么 臣子宝圣 就大白牛车 就菩萨道 臣这个菩萨道 到哪里 到道场 那菩萨道场在哪里 在人群众 所以在人群众 我们去度众 苦祭拔以复为说法 运采情生 度生死和 自涅槃案 都把他度到涅槃案 一起来处理三界 一起来成佛 我们来看一下 上人的手杂 生 人道 难 闻正法 难 欲佛事 难 解替礼 难 发心怒道 立宏愿 难 佛慈悲悯 得受教 难 上人自己也说 今天有很多难 你看我一口气 念了六个难 那上人为什么 要提这么多难 我们来往下看 这个 人生难得 经以得 佛法难文 经以文 这个难 我们都常常讲 就是说 这个难里面 有一个是困难的难 一个是难得的难 所以重点 上人提出这么多难 就是提醒我们说 这是很难得的 所以我们要把握机会 那要把握什么机会 因为 有人声 有正法 你遇佛事 难以 已经遇到佛事了 要赶紧什么 发菩萨行 行菩提道 这诚持宝胜 实质道场就是什么 这宝胜就是什么 就菩萨道 所以赶快 发菩萨行 行菩提道 就对了 所以今天重点是要什么 赶快 发菩萨行 行菩提道 所以要把握机会 不要错过了 人生难得 经以得 佛法难文 经以文 此生不像 今生度 更像 何生度此生 那这个 人生难得 佛法难文 这我们常常讲 我们来看 后面那两句 此生不像 今生度 更像 何生度此生 这有两个生 一个是生命的生 所以我们要珍惜 这一生 此生 此事 此时 另外一个是身体 这个身体的身 上人说在六道里面 就是身为人 人道 是最 最好修行的 自己说 其他天道 第二鬼出生道 都各有不同的 天道太享福了 第二鬼出生道太苦了 都不能修行 所以要珍惜此生 那我今天想分享 那个重点 就是三个男 为什么变六个男 人生难得 佛法难文 迷思难语 这我们常常讲 那 可是上人就多了 解替理男 发心怒道 立宏愿男 佛慈悲悯 得受教男 多了这三个男 多了这三个男 有什么好处 我来讲一下 就是 解替理男 简单的说就是什么 就是你有没有体会佛法 一般人 听文佛法很多 可是 有时候不太懂 立宏愿男 有时候叫他发宏誓愿 众生无边试验度 烦恼无尽试验段 法门无量试验学 佛道我上试验层 他不太敢 得受教男 他有时候 有听文佛法 可是他 也 不一定有 受教 受教就是什么 你有受教吗 你有没有拿来 身体力行 拿来用 这个一般人也是比较少 所以 这边写个修行要义 我们在文法的时候 文要有解 那在行的时候 行要有证 这两句是上人 以前开示的 我很喜欢这把他背起来 你用心去文法 你就会理解 那你去做 你入人群去行 你就会自己证得 这些佛法 就误入 佛法就你的 那立宏寺院 寺宏寺院 你要把握因缘 你不发四红寺院 你就不能启动 你的菩萨道 我常说 这个发心力愿 是启动菩萨道的 一个关键 那你要把握因缘 要不然你就 一直在六道轮回 不能处理三界 等等 这是修行要义 那为什么上人 讲这三个难 多讲这三个难 我们来对照这个经文 我们经文不是有一句 德儒是圣吗 那德儒是圣 我说这 是圣就是什么 一佛圣 那这个圣也是车子的意思 那我们举个例好了 如果你得到一辆车子 或者人家送你一辆车子 或者你买了一辆车子 你一定会想 这车子几cc的 马力多少 牛力多少 这个加什么油 可以载多少人 刹车油门 这个安全带 方向盘 都把它搞清楚 这样你才会 开这辆车 知道它的功能 那这是德儒是圣 所以你要 体会佛法 就理解这个佛的 法的这个里面的体理 都要了解 就要类似把车子功能 都搞懂的意思 那问题是 你搞懂了 把车子放在那边 也没有发挥功能 你自己也没发挥良能 所以要层次保圣 车子要拿来开 拿去 拿来开 拿去载人 度众 层次保圣 所以臣子保圣 就是你要立宏愿 把车子开出来 拿来度众生 开到哪里呢 开到道场 这个菩萨的道场 在人群中 开到人群中 这样就对了 那把他们什么 度众 同出三界 把他们都度出 这个三界 出离火载 那上来也说 听法的人很多 这个但是 体解大道 的人就不多了 不容易 但是我们要用心 就体解大道 赶快 路人群 来行菩萨道 你路人群 行菩萨道 就是体解大道了 就解替你 就不难了 那你 也发愿 就要去度众 你一旦 路人群中 行菩萨道 你的心 就才能跟法 绘在一起 所以很多人 他没有去 发心力 也没有路人群 当然心 就不可能跟法绘化 就不可能跟心 就不会误入了 所以上来特别提醒 人群众中 是道场 那要悲悯众生 坚持道心 度众 同出三界 所以我就用一张表 把这个上来的开示 把它整理出来 我在收集资料的时候 就遇到了 这个四种生性 我们不是有 这个 我念一下这四种生性 生性能生难得 生性佛法难闻 生性民思难愈 生性 发愿成道 本来三个男 要转成三个生性 发愿成道 也是要信 那生性的话 上人在 接下来的 在两个礼拜 六百九十二期 他会再讲 还有很多期 他都会讲 那我们到时候 再用心 一起来 恭听 上人的这个开示 上人今天有讲了一个 佛法的故事 这蛮有启发性的 我们来把它简要 要说明一下 佛在世的时候 他曾经带领 一群比丘去游画 来到一个城市的边上 那边有个大水池 一个大水窟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垃圾场 也就是画问池 大家到垃圾 到粪便的地方 就很臭 佛陀带领弟子走过去的时候 就问大家说 你们有没有看到 里面有一只大虫 大家说有看到 那这个游来游去的 而且很臭 佛陀接着就问说 你们知道这只大虫 它到底是什么姻缘 所以它身在这个 肮脏的这个化分池里面 那弟子当然就不知道了 佛陀就开始讲 我就讲简单版的 讲快一点 他说 在过去过去 节里面 有一个皮婆师佛 他有十万个弟子 这十万个弟子修行很精进 后来都修到阿罗汉 那在他们修行的过程当中 他们在一个大的道场修行 那十万人一起修行 这需要很多供养 那结果 有一次 有一群商人 他们要去海中取宝 哇 经过这个丛林道场 就觉得哇 这些比丘都好精进 很庄严 他们就供养他 给他们一些 这个供养 好 然后他们去海中取宝回来 又得到很多宝 又给他更多的供养 说 让你们能够长时间的 安心的修行 就给他很多 这个供养 那 总要有个人代表 收下来 就有个这个 摸摸弟比丘 就是直视人 有个比丘 就代表大家 把他收起来 好 带为保管 那一段时间以后 哇 这些 出奇的 这个供养的 这些食物 都吃完了 那比丘就跑来 跟这个摸摸弟 讲说 商人供养 我们的这些宝 你可以拿一些 把它拿到 这个市场上 去采购 换一些食物 回来 给大家来用 结果这个摸摸弟比丘 他一时就起了贪恋 他说 没有啊 那他什么宝啊 他没给我们什么 因为他要把他占为己有 他还口出恶言 他说 你们要知道 你们自己的 你们是谁啊 你们的福报 有多少 没有福报的话 你们就会 就是什么 生在 粪池当中 你们会去吃粪 好了 还要吃什么好的 就口出恶言 结果佛陀就说了 当初 那个摸摸弟比丘 他现在 就是你们看到的 这个 这只大虫 生在 肮脏的 粪池当中 而且 他死了以后 就会下地狱 那地狱 受苦 受完苦 又生到粪池当中 累生累世 不得处理 这样 这就是一个 让人家很警惕的故事 上人就说了 这个摸摸弟比丘 他起心动念 起了一个贪念 而且还 口出恶言 就惹来这样 长时间 在粪池当中 变成一只大虫 就提醒我们说 生 人道难 闻正法难 我们要用心体解 要发心怒道 要好好 受持佛法 这个故事 简单讲 就是有两个重点 一个要顾好 自己的身口意 否则一丝人生 就万绝不复了 就像那个摸摸弟 比丘一样 所以要顾好 自己的身口意 贪生痴 这个千万不要犯道 口也要顾好 不要恶口 不要妄语 不要等等 这些 那再来要干嘛呢 要用心体解 体解大道 要发心怒道 进入这个菩提道 赶快来修菩萨道 接下来我们看 这个经文的部分 得如是圣 令诸子等 日夜结束 常得游戏 这段经文 在讲什么 在讲说 表明他已经 悟得大圣的法喜 知道这个 一佛圣 这个大圣 超赞 知三界火宅 理应述出 对啊 前几集 我们都提到 三界火宅 寂界 寂界色界 无色界 三界火宅 赶快出来 一圣妙法 理应修习 当然要修习了 而且要能令一切众生 同出三界 同得如是圣 所以 这个不只是自己要处理 还要带着大家 来出三界 日夜结束 常得游戏 自得中道 自如日 慈悲 如生死 如夜月 那这个日 就代表中道的自 代表智慧 而夜呢 就代表慈悲 那因为你有 慈悲跟智慧 才能够 常得游戏 入群 度众 无碍 菩萨虽得 诚此一切种智 能以自然智 知一切诸佛 知道法 又能知一切众生 知因种也 所以 菩萨得到什么 你看 你 菩萨当然有 菩萨得到种智 佛有佛 一切种智是佛智 你诚此 一切种智 这个宝胜就是一切种智 而且你还有自然智 还知道诸佛的道法 反正这些 如何驾 驾这辆宝车 的法你都有了 的智慧你都有了 你就能够 度众无碍 重要的是在讲这个 所以 上人就利用这个 日夜结束 长得游戏 这段开始 他讲到这个 一切种智 道种智 这些自然智 那我比较有兴趣的是 法的循环 上人讲到法的循环 我就突然 这个眼睛一亮 就把它记下来 就说 可是那时候 我没有听得很懂 就是赶快 待会要 开示完 我要用心整理 我就整理了一张图 待会我们来看 这个 直接看那张图 比较快 就是 简单讲 上人这段开示 就在讲说 佛法 你听闻佛法 你有没有接受 接受以后 有没有入心 入心有没有用 用 然后境界来的时候 这智慧可不可以 用得出来 刚才讲那么多字 不管一切总是 自然是 道总是 这些 如果你用得出来 你就心于法会 就是会道了 就会道了 这个会道 就是你真正误入 我们知道 佛语一大四因缘 出现一世 他开示 我们就要误入 我们真正误入 佛的知见 就是这样一个过程 哇 我觉得这个超赞 所以你可以 把这一段 上人的开示 这个 我就把它整理成 这个法的循环 给大家 佛法 要接受 才能入心 入心以后要应用 然后面对各种境界 然后把智慧拿出来用 会道了 会道 这就是误入的过程 我们佛法 就是不断的循环 这就是菩萨 菩萨是一个觉悟的众生 他才能够这样 转这个法的循环 游戏三昧 这是一个 三昧是一个范语 就是专心 三昧是镇定 就是专心的意思 诸佛菩萨 以专心救济众生为游戏 那这个要背起来 因为诸佛菩萨 专心救济众生为游戏 那你专心 你救济众生 你要什么 第一个要专心 第二个要有法 刚刚讲那么多法 有没有 慈悲 智慧 这些一切种智 这些自然智 道种智 都要拿出来用 就会无碍 诱佛菩萨 以神通设化众神 能出入无碍 自由自在 我刚才不是讲 出入自在 自由自在 那是靠什么 靠神通 神通就是靠 刚刚那个法来 神是什么 上人说 精神敏锐 叫神 精神专一 就是神 就是我们刚刚的 专心 你有三昧 就是神 你有那么多的 慈悲跟智慧 当然到哪里 都会通 所以这样才能够 涉化众神 欲大白牛车 几大圣 上须经阿称其解 方至佛位 那这辆宝圣 就是大白牛车 就是大圣 那你说 这个 直至道场 那一下子就到道场了 其实 对 是到道场 你入群度众 可是就成佛了 没有那么快 要经过长时间 阿称其解 是长时间的 那长时间的休息 那个修正习气 长时间的 入群度众 把这些法都入心了 这样就会到达佛位 出离三界 常回路火宅 常得游戏 与火宅内外 运记众神 就是说 我们菩萨能够出离三界 你得到这个 一佛圣 这个宝圣 当然也可以出离三界 可记得 你在这些众神 出离三界的时候 你还 自己还在回来 因为我们是菩萨 我们的责任 要回来 把它当作游戏 要回来 再来度众神 所以就是这样 来来 回回来 运 运记众神 与诸菩萨 即僧文众 臣至宝圣 直至道场 三圣 终至同德一圣 最后都回归到一佛圣 就是这个宝圣 大家都臣这个宝圣 所以无肉一圣宝车 直至成佛之道场 没有退传 所以你在行菩萨道的时候 当然要做到不退转 那我们来看捷语 所以我们要用心 我们已经驾驶大白牛车 你看你要会开车 我刚才比辟语 对不对 诚实保胜 你要会开车 大车有很丰富的法 这个法刚刚也都讲了 这些一切总事 自然事 道总事等等 可以日常应用 你看那个法的循环 就是要应用 赶紧发菩萨心 行菩提道 一开始就提了六个难 就提醒我们 要赶紧发菩萨心 行菩萨道 今生此事 来生来世 我们要深深世事 行入此愿 所以要立大愿 要你看发大心立大愿 起一念心 要好好保护 你看过好一念心 然后保护 难得的人生跟姻缘 不要起心动念 就不要像那个摩摩地比丘一样 这样 要实时多用心 祝福大家 愿做上人的助教 广传静思妙联华 祝福大家都能够文法入心 行菩萨道 感恩